大家有沒有去過Elements呢? 在Elements 有很多不同國家的美食 今次wewear.tv 為大家介紹 位於頂樓平台的 El Pomposo 進來,店內的設計很有歐陸風味 地板的風格是用馬賽克的圖案 牆上的圖案是由人手一筆一筆畫的 真是很有心思 這裏帶著阿Lee 特意飛去西班牙試菜 在餐牌上有30多款的Taplex 給你選 事不宜遲,就讓Donny介紹幾款必食的推介吧 這是西班牙小菜的沙律 裡面有蜜瓜、Manchico Cheese 羊奶芝士,再加番茄和火腿 師傅再加些油醋汁去拌 做成一個很精緻的沙律 食內就融入口 雖然淡,但淡來它有水果 還有少量的火腿 融入口的一個餐匙小菜 這是我們其中一個熱的小菜 Hot Peppers 就是西班牙的血橙炒雞 本身這個橙最大的特性 就是不是葉的 也不是鹽、不是葉的 就是西班牙的血橙 所以它的味道比一般的橙 味道比較甜、濃 所以它炒雞的時候 師傅都沒有加糖 它就用Bird Orange炒雞 吃下去的味道比較香甜、濃 因為本身這個橙 比一般人在香港吃的橙 濃味一點 但不是染色和熱的 這本身是純天形的血橙 除了這兩道Tapes之外 還有這個用新鮮無花果切片 上面加了一塊羊奶芝士 再放入焗爐焗一焗 加上風乾火腿一起吃 味道很特別 鹹鹹的又有無花果的清香 這道海鮮出名新鮮 就好像這個啤梨酒火腿炒花蜆 湯底用了啤梨酒和火腿一起煮 煮過的啤梨酒完全沒有酒精成分 只是吃到清甜的味道 加上大大隻的花蜆 真是淡淡肉 看完這個介紹 去開Element 逛街的你 就一定要記得來 El Pomposo 嘗嘗